我們這個話題想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這還是跟焦有一點關係嘛 因為底下還是需要Java的虛擬機 所以Java虛擬機的一些運作機制 在這個議程中我們會來探討 包含說像OpenJDK跟IBM最近放出來的OpenJ9 背後這個Ahell Time Compiler Ahell Time Compiler就是簡稱叫AoT AoT其實不是型東西已經出現非常久了 而且出現最早的場合其實往往是在手機 我記得我那時候 差不多13年前我們做手機的時候就有AoT 不過現在AoT很有趣的地方是過往 都是廠商認為是那種殺手機的這個應用 或者說一些關鍵技術 那現在變成說至少以這個月來說的話 就是不管是OpenJDK也好 或是OpenJ9也好 它也是全部都開放原始吧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點去研究這個虛擬機器 那我們就來探討這個部分 這個時候我們來快速看一下一些關聯的詞彙給大家做參考 這個頭影比較有意思一點 還有陰影 看起來蠻酷的 還有漸層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 我們基本上有一些詞彙我們快速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那個最左邊你看到說preprocesser 左上角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你要去解析程式碼 然後你會有 涉及到程式碼的產生 那程式碼產生的話有可能會產生組合圓 然後有可能產生機械碼 然後在右下角的話就比較好玩一點 就是說事實上的這個編輯器的組合 是這個組合很多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像畫面都可以看到說 just-end compiler 那甚至可以有個中間的形式 那中間形式也可能很多種 比方說你在中間可以看到說那個IR 就是它的中間表示法 那或者是用by code 像大家熟知的Java by code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幾種變形 如果你的是就是解析這個原始程式碼 然後呢最終產生的還是一個原始程式碼 那這個我們稱為叫source to source translator 那這種東西像什麼 比方說像大概20年前 那時候比較流行的東西 比方說把Java轉成C++ 那現在已經很難了 因為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但是相對那個時候 有很多這個學術研究做這種 那另外一種是什麼 像是Google自己做的這個Cludger Cludger compiler做什麼 就是說它讀錄的 它的編輯器讀錄的東西就是JavaScript 輸出還是JavaScript 那只是這個JavaScript變得更更精簡 然後更適合做下載跟分析 那另外就是說大家聽過的東西 叫做直一器 那直一器基本上就是解析程式運作 然後它可能有個中間形式 它會開始一循某個步驟去執行 然後再來是說我們來看一下傳統的編輯器 就是說大家在那個教科書看到的那個編輯器 或者在大學課程 那我們通常大學課程比較念究一點 所以你在大學課程通常都會看到40年前的東西 不過不用擔心 因為編輯器的主體結構是沒有什麼太大改變的 編輯器應該是整個電腦科學算是第一門的學問 所以傳統的話就包含說這個程式編輯器 產生這個組合圓或機械 那我們今天的主頭是在這裡 就是說我們來看程式解析完 然後像你執行JavaC JavaC產生BiCore 那BiCore我們怎麼去執行它 那如果你有一個機制 就是你在右邊可以看到的地方 就是Justintown Compiler 所以它事實上它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在執行過程中它會產生這個機械碼 那當然這個機械碼不是時時刻都會產生 它只會在某些條件下會產生 然後這樣的話可以避免這個執行很頻繁 地方被重複的解憶 那這樣的話對效能的改進 可以到兩個數量級以上的差異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還有一種變形是 我讀的東西本質上它不是 我們形式上的一種程式 就是不是人類直接看得懂的程式 它是另外一個形式 比方說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那種 Bime Translator 比方說把Aunt的指令轉成Intel Intel轉Aunt之類的 這是一種變形 然後再來是說還有一種就是說 它會把這個機械碼轉成什麼 轉成人類看得懂的那個 或是相對看得懂的一個原子程式碼形式 那這樣的東西是蠻多的 像一些做逆向工程的工具會用到 然後這個部分是我們今天要來探討的 所以事實上我們接受的東西 可能是像一個918 Call 或者說某一個形式 甚至可能已經變成執行檔 就是變成機械碼 那機械碼又會把它轉回來到中間形式 然後可能要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等一下會來講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有很重要的東西我們稱呼叫PGO 這個PGO的觀點就是 事實上這個程式執行 這個落差非常大 平凡的可能它就是 百分之九十的程式碼 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可能就固定在某些區段 那有些程式碼幾乎沒有機會被執行到 所以事實上呢以執行器的觀點 或者說以執行的觀點 我們不需要把所有的這個 程式都需要做 花力氣去做最佳化 那往往只要關注在特殊的地區 那這個東西我們也稱呼叫HotSpot 所以這個Java的HotSpot 這個詞也是這麼來的 那關鍵的地方是 我怎麼知道這個熱點 這個程式熱點在哪裡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個機制去追蹤 所以事實上呢在執行過程中 我們會有一些 我們稱呼叫instrumentation 就是說你事實上你要在執行過程追蹤它的流程 那知道它的這個像直線路徑我們稱呼叫CFG 直線路徑然後以及說它做了哪些分支 那這個過程中呢 在傳統的這個處理器架構來講 花很多心思在做這個branch prediction 那如果對虛擬器來講這個議題衝擊更大 因為涉及到像cash locality的議題 然後呢這個是一個非常高度簡化的一個JVN 所以就讓這個 這個左半端應該各位都很熟悉的 就是從Java的syscode到那個bicode 那所以執行的話呢 你可以想像說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回圈 那非常大的回圈呢 基本上它要去執行 所以你要處理stack 所以必要的這個 必要的像執行序的資訊 還有一些例外處理 那這個問題中呢 我們會對比較頻繁的程式碼 把它轉成這個機械碼 去加速它的執行 這是概念上 好 那如果我們把它畫得更細的 就是看更細緻的部分 所以事實上我們知道 就是Java其實在很多領域 其實都獲得很大的發展 那在過往的話就是說 可能在座有些朋友還記得嗎 什麼CLDC MITP 那反正就是那種小手機上的那個Java 那這個過往呢 有這個從非常小的 甚至還有那種Java的用在 用在一些Java card上面的應用 那這個非常微小的 然後到標準的desktop 一直到serv 這個是Java有不同的profile 那不同的Java profile 就有不同的API資源 當然還有語言上的特徵 所以在過程中我們又考慮到 中間當然對於像是 Garbage Correction Exception Handling 會有不同的處理機制 那在右邊的方法就是 跟這個平台有很大關聯 像我們都知道 Java每次改版的話 它都會有增加很多平台上的 就是涵蓋更多平台的議題 好 那我們來具體來看一下 這個Java的這個程式執行過程 所以我們剛才提了很多次 就是提到這個JVN 那所以事實上它的這個流程 那這個不難懂 但是你最好奇的應該還是說 中間到底怎麼去執行 那所以在1998年開始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轉 的技術被整合進來 叫HotSpot 那HotSpot過去的技術呢 其實它不是來做這個Java 它是來執行這個Small Talk 那可能有人知道 它背後的那個發展 它是有一個計畫叫做Strong Talk 它是一個另外一個物件導向的 城市語言的一個執行環境 那它做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 就是在1997年的時候 做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 就是它的執行速度 只是Java 只是西語言城市的一半 一小月 這是一個非常高速的執行環境 那後來Sun Micro把這個技術買下來之後 就整合到HotSpot的產品 那基本上HotSpot本質上 它還是一個執行器 但是比較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事實上它有分好幾個階段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稍微記一下 第一個等級我們稱它叫什麼 就是完完全就是執行 那第二個等級它就是說 它可以執行 但是它不做Profinning 那在第二個等級的話 就開始做基本的Profinning 所以你可以追蹤每個Math 或者說一個執行比較頻繁的區段 那接著呢 就是說在不同的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 事實上在現在Java的城市 其實是真的很複雜 有可能看到尤其像那種AOP的那個影響 對這個議題影響大 所以如果說你追蹤了更多的 我們就第三部分 那最完整的話就是說 我們包含剛剛講的PGO 所以它可以由這個 城市執行狀況去做動態的最佳化 所以這個第四等級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說你可以想像說城市的執行行為 它會做很大的改變 那聽起來好像很深奧對不對 但是其實在座各位都很懂 你基本上可以讀不錯的學校 其實你都很知道 就是說 比方說閱讀測驗對不對 你那中學時代 不是很喜歡考的閱讀測驗 閱讀測驗 如果你傻傻地把那個文章 從第一個字讀到最後一個字 然後再看題目 那個太慢對不對 所以通常老師都會教你一個方法 或者你自己會得到一個訣竅 先看考題再看題目 對不對 就是先看答案再看題目 對不對 然後或者說你小時候也會 有個東西很會嘛 就是那個可能在座 年紀稍微大一點的朋友知道 小時候以前小學是要考豬算的 所以考豬算呢 像我那時候就壓力很大 考豬算然後你手又流汗嘛 然後每次滑那個那個 豬算就會那個手就滑掉 然後就哭出來 因為後面就不用作答了對不對 那所以 但是我看我隔壁每次都拿100分 我就很好奇他在幹嘛 12加3加6-7 你知道嗎 他就先把它寫下來 再開始摸 所以一定對嘛 對不對 那還可以驗算 這個東西就叫PGO 所以你要知道 其實小學 我們台灣人做追加的話是很會的 只是說沒有堅持下去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好 那所以我們快速看一下呢 這個 我們今天想要探討的地方在哪裡呢 我們今天想要探討的地方其實在這個部分 因為呢 這種最佳化 你聽起來好像 好像不難 但是其實它的代價很大 因為你要想像一個編譯器 一個最佳化的編譯器 它在你程式的執行過程中 它必須要被執行 而且它預測有可能會錯的 就像你小時候被答案的一樣 對不對 就是比方說這個1加2加3加4加到100 那你考過一次就知道答案的5050 所以下次看到這種考題你就寫5050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考試的很壞 它1加到1000 那你就說5050 1加到100是5050 那所以 1000的話就成什麼 成10 那當然就不對啦 對不對 最佳是假匯 所以這個過程中呢 其實要注意到的一件是 你會不會有這個PGO導致假匯 然後導致錯誤的狀況 有 所以這個是在設計這個動態編譯器 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好 然後所以我們快速看一下它的流程 我們剛才講過一些Profiling的Data 這個有什麼用呢 就是說我們可以知道 有些程式的路徑 有些DAS就不會執行到 或者是有些 有些東西怎樣 它是很琐碎的 比方說像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比方說 尤其物件導向的那個程式開發 會鼓勵大家把很多功能切成小 比方說那個 奇數偶數 那我們都知道 奇數偶數的判斷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判斷最後一個bit就可以知道 但是物件導向的風格 有可能會導致有些人寫程式 就是要寫什麼 Event Art 之類 你要知道一個Math Invocation的成本 遠大於什麼 遠大於剛剛的判斷一個bit 是0還是1的成本 這大概差多少倍呢 這大概差了大概1000倍到4000倍 所以它的非常大的成本 但是你知道這個 這叫做Fu嘛 寫程式Fu 所以你不能改變它怎麼辦 你不能改變它寫程式 你只能改變執行的時候 所以我們遇到這種事 就是它每次只是 做一個什麼事 就是檢查一個bit 是0還是1 去判斷它偶數還是奇數 那這個事情我們就把它的 我們稱呼一下Inline 就把它的功能改寫 所以事實上 我們在執行過程中 再強調一次 執行過程中 我們都會做大量的改變 所以這是現代虛擬機器 一個很重要的變革 它不是乖乖去執行 甚至有一些比較有趣的領域 它甚至先去猜 就是先去猜測 我程式的執行過程 我先把結果先算出來 你說那會不會有猜錯 會 但是有些領域它可以允許猜錯幾次 比方說像金融的高頻交易 它可以允許猜錯幾次 但是它可能最後能夠cover 或者說它猜錯的機率 只要將來有某個水準就好 它在一個地方是 我能不能達到那個peak的效能 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像這個層次很無聊 就是一個class叫富 那裡面有個爸 你知道為什麼叫富又有爸 因為有富爸爸 那底下就是窮爸爸 那所以就是 這個很好記對不對 富爸 那所以這個富爸在做什麼事呢 富爸基本上就跟你說Hello 對不對 那底下在幹嘛呢 底下就是去存取這個服務 所以上面富爸爸 底下就是窮爸爸 那窮爸爸就跟你講說 孩子我什麼都沒有 就給你一個希望 就叫一個爸給你一個希望 所以這個程式很無聊 而且事實上它的層次流程都是這樣 幾乎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什麼事呢 你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這個富這個class裡面 只有一個math叫做爸 那所以它不管這什麼呼叫 它就是爸 那所以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可以下功夫的地方 因為爸這個過程它只是去印出Hello 所以你們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我乾脆把底下那個呼叫爸這個動作 把它換成什麼 Hello 對不對 因為它每次之行一定是Hello 所以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是 它本質上我們稱為叫Indirection 就是說我事實上我就是要印出Hello 但是我事實上我涉及到什麼 我先找到物件 這個物件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一個富 富的物件 就富類型的物件 然後我再找到它的方法叫做爸 然後再去什麼 再呼叫系統的這個系統方法 PrinterLN 再做這件事 那事實上這個過程中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剛才找物件 然後找它的方法 遍遍它的形態 再去做這個動作 其實遠比印出Hello來得複雜 印出Hello這個字 如果說有沒有西語言 或者我們用組合語言的觀點來講 事實上它往往就是大概兩道 或是四道指令就可以做完 但是找這些method 找這些object 其實它花費的成本 是很驚人的 是大了好幾個數量級 所以事實上這個就是我們 對JVN來講的話 有個比較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其實 如果可以了解說它的執行過程 那我們事實上可以去做調整 所以如果說我們快速來看一下這個JVN 所以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今天看到一個富爸這樣的一個東西 就是富 然後裡面有爸 那其實它裡面有個表格 這個表格就是去查 比方說你知道每個物件 基本上都有什麼 基本上都有HashCode 然後我們今天有EQUOS 那EQUOS是比它的Hash 然後再來是每個物件都可以有一個method 叫做ToStr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些一定會存在的method 因為這個東西怎麼來的 這來自什麼 JavaLane object 從這邊衍生來的 好 但是問題是呢 上面這個部分呢 至少前幾個前三下 對我們來講 執行過程中我們其實都不是那麼care 好 然後再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如果呢我們今天有一個什麼 我去Stand 一個subclass 就叫Sub 那我們做什麼事呢 我把這個東西改寫 所以注意到 這個bar就被改寫 那被改寫之後呢 其實你會發現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當然它的表格一定不一樣 所以注意到 它的表格一定 那些物件一定不一樣 它有不同的那個識別 但是呢 事實上呢 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要做的事情 以最佳話觀點來講 我們就是把上面那個bar跟底下那個bar 我們認為是什麼 不同的這個進入點 不同的這個執行路徑 就可以做了 所以事實上我們可以怎樣 以剛剛那個程式碼 再幫我呼吸一下 剛剛的程式碼總是怎樣 像這樣 就是呼叫一個bar 那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只要知道說 今天是第一個bar 還是第二個bar 然後呢 直接把它兌換成 非常精簡的這個組合圓 或是機械碼的形式 就可以達到我們的最佳化 這是我們的基本觀點 好 然後呢 像剛剛這個技巧 我們稱呼叫inlining 那inlining 來講的話 事實上很多時候呢 這個inline是很頻繁的 所以你可以建立一個cache 那這個cache 專門的幹嘛 建立這樣的對應 所以你可以想像 我就個地址 對應到程式碼 好 然後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在JPN來講的話呢 很多原理 雖然JPN有很多最佳化的技巧 但是很多原理其實都來自這個 就是說 它就是看到哪一個method 然後看到它的地址 然後直接對應到一個快速的路徑 所以剛剛提到我們這個技巧 其實很早就出現 就來自那個small talk 好 那這個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過程中呢 有哪些議題要去思考 那所以有些議題呢 不是那麼直觀 我們來快速看一下 比較複雜的case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直接的呼叫 像printl&la 這種直接呼叫 它是最多的 但是很多時候呢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呢 事實上它需要做很多插標 像剛剛那個動作 像FUBA那個動作的插標 然後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往往你會 除了這個最常見的case以外 它其實還有很多那種 涉及到那種資料結構 像說它可能包裝一層hash 所以它先去找出object 找出object再找到method 甚至先找到 找到什麼 找到interface 找到interface 再去找到 對應的instance 然後你才有什麼 才有那個object reference 好 所以往往這個東西是 比較花時間的 所以這個是在 這麼多年的這個 這個超過20年的這個 JVN的研究 花很多心思在這上面 好 然後呢 像我剛剛提過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呢 我們會需要一個東西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說它會有一個什麼 呃 就是反推 從執行的狀況 我去反推 然後重新再建立更好的程式碼 所以這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當我們在做激烈最佳化的時候 我們也會做de-artimization 因為以前 比方說像剛剛幾個例子 1加到100 你知道答案是5050 可是考題是考1加到1000 所以你必須把5050先打掉 因為你把5050打掉的時候 你就可以怎樣 用T型公式來重新算一次 而不是傻傻的從5050 開始加101 102 103 因為你自己在想 從5050再加101 102 103 絕對它花的時間一定比什麼 提醒公司 帶入1跟1000的那個 會來的什麼 來的 來的長 好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artimization 基本上是兩面的一體 好 來繼續講inlining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街邊有一大堆技巧 就是在做inlining 所以 只是在什麼情境做inlining 好 然後呢 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探討的地方在哪裡呢 除了這裡外呢 還有還有說像包含說 Exaction Handling 像這段程式碼 看起來很無聊 但是其實它 很有深度 為什麼有深度呢 因為你不知道它會執行到什麼法度 對不對 好 笑一下吧 這是笑話是這樣 好 這個深度就是你不知道它的程式值 因為有Exaction Handling 就會改變它的流程 好 所以你不知道它這個 為什麼它有深度 因為它實際執行 對不對 完完全依賴什麼 底下那個 就輸入這個Exaction的定 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議題 好 所以我們事實上 程式的執行流程 往往不是像前面很明確知道 有富 有富爸爸 有窮爸爸 對不對 不是這麼簡單 它是有Exaction的 所以事實上它的執行呢 往往跟什麼 它執行時期的資訊 有很大關係 而且更麻煩的是我們都知道 然後Java後來加了很多功能 比方說爛打這樣的東西 所以整個東西 不是那麼單純的一件事 所以事實上呢 如果我們光看Exaction Handling 你會看到一個非常麻煩的議題 注意到這個頻繁度呢 注意到這個頻繁度來說的話 它的這個 就是高跟低的落差非常大 所以我可以看到一個很可怕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像有些議題呢 比方說它是那種像AWT 或者是那種Spring那種模式 它一次就是連動的那種Exaction 就是說它有什麼 它有那個視窗要關閉 然後有些物件要釋放 它有一系列帶動的 然後呢 當然也有些比較 就是只是 只是改變狀態這種議題 所以你會看到說 事實上呢 像那種Exaction Handling 它的路徑 花的路徑落差很大 但是呢你又不能亂拆 因為拆錯的話呢 它的整個程式流程執行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往往的時候 我們涉及到問題的時候 前面那些最佳化的技巧 可能都怎樣 不適用 好 然後呢 注意到前面這些問題呢 一 Hasbar呢 基本上它花了很多心思去解決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來講 Hasbar解決的問題 我只是跟大家說說 過去二十年近很多的議題 所以你可以去看 Java One的Talk 或者打一些觀念誌去看 這些問題 陸續已經被解決了 那我們今天想要看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想要看的問題是說 事實上 即便這些問題陸續被解決 就是說 有很多最佳化的技巧被適用之後呢 事實上還有一些問題很致命 就是什麼 就是大家都知道 Java的程式啟動時間 那這個 大家很熟嘛 就是每次要繳碎的時候 就要打開這個 打開這個沉重的Java 對不對 Java執行在Servalsight的時候 又有人去tune 又有阿里 又有偉大的阿里 又有淘寶 慢慢tune 但是在Desktop那邊 能tune 所以我們只能期待唐豐 帶領大家走向更好的未來 拉回來 所以就是說 你打開那個Java的程式很痛苦的 那個等待時間非常久 然後更壞的地方是什麼呢 更壞的地方是 一樣的道理 就是你等待 要打開那個程式很久 然後呢 所以它延遲時間其實很驚人 這邊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是你會發現很有趣的點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我們把純粹的Interpreter 跟比較進階的Java 把它做個比較的話呢 你會發現很有趣的事實 這個事實是什麼呢 其實呢 這個如果只是那個直義器模式 它的延遲還比較短 那如果說這個是Hasbar 完整的Hasbar 它花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你看到那個等待時間落差很大 但是這兩個 這些議題呢 基本上都不是我們可以接受 我們很多時候希望說 一個應用程式呢 它可以很快的被啟動 所以這是我們想要去探討的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今天除了探討這個 Just-in-down compilation以外呢 我們會探討一個東西叫AOT Ahead Time Compiler 好 那我們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我再提醒大家 Just-in-down compiler做的事情是什麼 它依據程式的執行流程 依據我的profile data 依據我這個熱點 去產生對應的機械碼 避免重複的解憶 好 那AOT呢你可以想說 把上面這個東西呢 再把它怎樣做更機械的處理 所以它直接把它 某些路徑呢 把它換成那個Machine Core 注意到它不是痊癒的 不是全部的程式碼 是某些部分 把它變成那個機械碼 好 所以我在執行之前 就執行那個機械碼 所以如果說你用那個Android手機 就知道 就是基本上Android手機線很好認 你知道嗎 現在跨平台就是跨Android 或者iPhone 就是跨平台 現在只要你寫兩套程式 就叫跨平台 以前不是你知道 可能在座比較資深的朋友都記得 就是比方說90代 90代超high的 這個世界上有100多種處理器 然後作業系統也是有七八十種 所以你看那個排列組合多恐怖 所以以前跨平台要做七十幾個組合 是很正常的 不過現在就只要支援兩種平台 這是其實比較好 但是工程師沒有比較早下班 很奇怪對不對 好 所以就是說這個拉回來 就是說這個像Android手機 它就有這個玩頁對不對 它就說程式執行之前 它就是有個art art把它轉成Machine Core 那轉成Machine Core的話 你在執行之前就有機會做最佳化 而且你可以做到更重的最佳化 這是我們今天比較有興趣的地方 所以像手機的話叫ART 已經在用了 Android Art 好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ART這個東西 不是 AOT這個東西 其實用很早 而且最成熟的地方 往往是這種手機 注意到 這不是Android手機 顯然不是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比較古早的 就是那個 2002年 2002年 我們那時候像 我們那時候做Motorad的手機 基本上就有那個AOT的那個 Compiler 所以它就把那個Java的那個 那些MIDP MIDP MIDP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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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Applet 把它轉成Machine Core去執行 然後呢 當然Desktop也有 然後ServerSide的話 在這個IBM 它的Server基本上也有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個事情 就是說 這個技術是老梗 但是 是因為最近Open Source的力量 把它怎樣 把它放出來 因為過往這是廠商的秘密武器 但是像剛剛講的 不管是OpenJDK 或者OpenJ9 基本上都是內建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就是說 以OpenJ9來講的話呢 它在這個月 就是這個月開放原始碼出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然後它也宣誓了 它跟OpenJDK合作 所以像Class Library 這些都合作 那這個OpenJ9背後 有一個很重要的夥掘 叫做Eclipse ONR 那ONR是一個 你就想要一個通用的執行環境 那上面可以去建構 Java Secure Python或Ruby的這個 執行環境 然後它可以把一些工業等級的那種最佳化技巧 可以適用在上面 那當然它現在最主要的應用還是什麼 Java 所以如果上面支援Java呢 我們稱為叫做OpenJ9 那這個OpenJ9 你可以看到取名字取得很故意對不對 OpenJDK9 OpenJ9 就故意讓人搞混 事實上很多時候Code還是沿用 注意到這兩個東西都怎樣 支援AOT 好 然後呢 接下來的部分呢 就是 由我的學生來跟大家探討一下 這個 在OpenJDK裡面 他的怎麼做 他很卡牌的 那在他開始前 我幫他複習一下 有東西要記一下 就是那個 剛才有些東西講得太快 所以不想幫各位複習一下 這個地方在哪裡 沒有 同學很緊張 所以我只好比他更緊張 好 好 好 這複習一下 他有四個Label 這個 為什麼是四個Label 其實是五個Label 但我左邊可以先去掉 所以一二三四 好 四就是做最激烈最佳化 那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打開Client的那個 Hotspot 如果是C1的話 是針對Client 就是他的差異就是在 翻譯跟這些做這個feedback 你害我很緊張你知道嗎 好 所以 這個 你知道帶學生來演講一個好處 你知道是什麼 就是Q&A 遇到沒人問的時候怎麼辦 就問學生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好 開始吧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那就是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Jet跟AoT的 他們分別介紹Jet跟AoT 那雖然AoT能做更重的最佳化 但是他與Jet的差異 就是說 Jet有profile information 所以說 AoT產生Code 他不一定表現會比Jet好 那 Oracle就針對這個問題說 那AoT產生的Code 能不能做進一步的最佳化 所以 他們自己OpenJetK9的AoT 就提供了兩種 Mode 一種是Tier的AoT 跟Non-Tier的AoT 其中Tier的AoT 它是 它在Combine的時候會產生 Simple Profiling Code 就是它產生的Machine Code 會收集 Profiling Information 對 讓它能銜接剛剛 老師講的 Tier Compilation 它 當它在收集到 足夠的資料之後 它會跟Tier Compilation一樣 進行Level 3的 Re-Combination 去收集 比較 更多的Profiling Data 接著 就會跟Tier Compilation一樣 進行Level 4 更重度的最佳化 那 Oracle又提供另外一種AoT 是Non-Tier AoT 就是 剛剛 Tier Compilation Level 1的話 它 它是不會 有Profiling Code 它不會去收集資訊 那 Non-Tier AoT就是產生這種類似的Code 那 既然沒有 資訊去收集 那它也不會 產生 下一繼續的 Re-Combination 那 OpenJTK9的AoT Compiler 叫做 JALTC 那 它是全部都是用Java寫的 然後是使用GRAIL Compiler做Backend 去做Codeget 對 然後它做了GRAIL 所有能做的最佳化都做了 但是 因為它沒有使用Profiling Data 所以它 只能Compile 所有的路徑 可能的路徑 還有說 它只能做有限度的Inline 因為 如果你在沒有Profiling移民 的情況下去做Inline 那 其實所有東西都可以做Inline 所以它只做 最FinalLeave Method的Inline 對 那 它Compile出來的一個格式是 Linux裡面的一個SharedLibrary的格式 叫.soft SharedLibrary 那 OpenJDK9 AoT是怎麼運作的呢 首先 先要 先 介紹一下JIT的 CodeHeap JIT有所謂的CodeCache 那 它會拿來存放說 原本Level1跟Level3 會產生的ProfilingCode 它會存放在 CodeHeap裡面 對 那 那 OpenJDK9 AoT也是跟JIT 差不多的概念 它也會有自己AoT的CodeHeap 跟它放在一起 對 那 第一點就是 對 那 當Java class JVN會 載入的時候 JVN會就會去找說 我今天載入了AoT Library有沒有說 對應的AoT class 已經載入了 那我就可以直接用 我已經載入了AoT Library 對 那下面是一些HotSpot的SourceCode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說 AoT CodeHeap的話就會 它是繼承子CodeHeap 那 CodeCache 在做初始化的時候 它們是一起做初始化的 對 對 好 那 那我們先來觀察一下說 JVN 在 是如何載 那個用AoT Library 這邊我們用了一個簡單的範例 就是 它 每次都會用的這個 它會先產生那個object 然後執行f function 然後它會點它的時間 對 這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首先 因為AoT compile 它是持bycode 所以我們必須先 用JavaC把它 compile成bycode 對 然後再把 compile好的bycode 丟給AoT compile 那這邊需要注意的是 你在使用GLT式的時候 你必須指定 output的名字 跟路徑 對 注意的是那個 這個格式是.so要寫好 那 因為它是用 既有的Linux的 sharedLibrary的格式 所以我們也可以使用 Linux 原本就有的工具 去觀察說 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這邊就有 mm的工具 是它可以去觀察說 今天這個sharedLibrary 有什麼symbol 那 跑出來就會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 它有三行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簡單的程式的 function 對 最後我們終於 因為我們AoT Library compile好 所以我們可以載入了 那 第一行call的話 就是 你只要加這個option 你就可以載入 指定的sharedLibrary 對 那 我們要如何知道說 我們的AoT Library確實有載入 或是使用 因為然後 對 那 OpenGNK9 就有提供一個option 叫printAoT 它在載入的時候 如果載入到 對應的AoT class或method的時候 它就會印出來 那我們執行這個程式之後 哇 確實有載入 對 就有用到 好 那接下來我們需要關心的是 我剛剛提到說 Tier的AoT 它會接續原本的Tier Compilation 那 這件事我們就要來觀察一下說 那它是如何接上的 原本 那 那 原本 那 那 原本 那 JVN要進行Jet Compilation的時候 它就會印出來 它會印出來 那 減XBench只是為了美觀 因為 像 JVN的話 它會有很多個稅 大概分別執行嘛 那 你假如一面執行 Compile一面執行 Interpreter 那 那個印出來的訊息會 雜亂 對 所以我們把它減XBench的話 就是 它會專心做完Compile Compile 再回來做Interpreter 對 這樣訊息會比較美觀一點 好 那這就是我們印出來的訊息 那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call 第六千四百九十九次的時候 它 它把AoT的 你知道我看嗎 AoT AoT的F function 它不用了 它沒拿Use 然後它進行的 這三是指Level3的JCompile 它把它弄成Level3 對 然後在call第七千五百二十三次的時候 它 把那個AoT的 AoT的Code AoT的Code又重新使用了 這個原因大概 等下再講 那這邊可以看到的是它 原本Level3的Code 就它不用了 它沒拿Intrain 它不用了 那它就又重新進行了Level1的Compile 然後這時候再把AoT的Code關掉 變成原本執行Level1就好 這邊是F 這邊是F function 那這邊的話 就是 初始化的Function 這邊執行Code 第八千七百二十一次的時候 初始化的Function 進行Level3的Recompile 這邊跟剛剛一樣 那這邊比較不一樣的是 既執行一萬三千八百四十一次的時候 初始化的Function 進行Level3的Compile 對 所以就是跟剛剛比較不一樣 那這邊的解釋 我覺得是說 因為F function 太簡單了 所以它進行Level1的Recompile 就好了 那因為初始化的Function 很比較複雜 所以它進行Level4的Compile 對 對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你使用了Teer的ALT library 確實能接上 原本的TeerCompile 的效果 對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剛剛講的是OpenJDK9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OpenJ9 那 OpenJ9 現在比較不一樣的是它 今天引進了一個新的Future 叫Class Data Sharing 它的目的是想要把 不同的資料 相同的資料 然後給不同的JVM共用 那 這些資料就包含下面 我列的那四點 那今天因為探討ELT 所以我把那些顏色標起來 會影響到Startup Time之類的 我把它標起來 像CompileCore跟NodeClasses 那 OpenJ9的ALT Compile 它是 work在這個Class Data Sharing的Framework 就是 剛剛那個Class Sharing的Framework 那 第二行的話 跟OpenJDK差不多 動態它產生NativeCore 對 那 它跟OpenJDK 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是OpenJDK 我們剛剛使用的JALTC 去先產生LT Library 再去載入 那 OpenJ9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是自己JVM 自己會產生LT Library 你不用再 用另外的Compile去使用 好 這邊需要注意的是 那 既然是在JVM 執行 然後把它存起來 有時候 我一開始會覺得說 那不就跟JCompile一樣 只是把它產生Core 把它存起來而已 其實不是的 就是 這邊我標紅的地方 就是說LT Compile 並不等於JIT Compile 我的意思是 儘管我現在不知道它實作是什麼 但是我 官方文件上看到的是 LT Compile 產生Core 跟JIT Compile 產生Core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對 那 文件上面就寫了 LT Generate Code 它不會比JIT 產生好 因為它必須要 它因為要共用 因為JIT的話 它必須 它是因為 收集Providing Information 或依據Providing Information 產生的Core 產生的 那LT不一樣 LT是要 多個Virtual Machine 共用 所以比較 表現會比較差一點 那但是 因為它Core 那它一定會比 Interpreter的Core 執行的還要好 那這邊需要注意的是 那 對對對 不好意思 那我們要怎麼使用 OpenGen9呢 那 OpenGen9的VM 是一開始就啟動LT Compile 但是 Share Class就是 沒有啟動 所以 你必須要啟動Share Class 才能使用LT Compile 對 那 一旦你啟動Share Class 那 OpenGen9就會自動 自動看你 設定的地點有沒有Cache File 然後找有沒有LT Method 如果 找到的就用 沒找到的話 它會Compile現在的Method 再把它更新成原本的Cache File 所以 因為LT Compile是JVN在用的 所以其實我們 能對LT Compile 做調教的地方比較少 所以 我們頂多能對 Cache File Share Class 這個新的Future 做一些調教 像 Permission 跟 AOT Core 的保留大小 跟 調整一下它的參數 我們可以去觀察說 OpenGen9的行為 OpenGen9 就能使用LT 那你假如 沒有給 Path 或是 Cache File Name 它會自動命名 跟存在這個路徑裡面 像 Temp這個路徑 那如果 你要 你要指定路徑的話 就是像 像這樣 下面加 那兩個參數 就會指定路徑跟名字 好 那如何 像剛剛那樣 我們如何觀察 說 OpenGen9的LT 新聞 只要加上 在 這個新的Future 加上Volibus LT 就能觀察到 下面 它就列出下面的訊息說 它會在這個Cache File 找到的LT Code 或是說它今天 翻譯的LT Code 存進去的Share Cache 好 那我們來做一下實驗 就是 JT JT 我們用JT來做一下 觀察一下LT 表現的情況 那我這邊是主要觀察說 JVM的Startup Time 跟Cache的用量 還有 每一個Iteration的表現 還有 整體它使用的Memory的大小 就是根據不同的JVM大小 我們去觀察說 它用了多少記憶體 那 實驗組有 很多個 1234567 7個實驗組 分別搭配了JVM的TLLT Library 跟JT的TLLT Library 跟 對 這是分別載入的 那第三行的話 就是它一起載入 JVM加JT 對 這樣有7組 好 那 這邊先解釋一下 那JT的 LT Library 是怎麼來的 因為後來我們發現 直接對整個 我們JT是一個Drawdown 然後我們直接對它LT 其實JLT是很困難 它會 跑出一些 錯誤訊息 對 沒辦法解決 那 可是我發現說 如果我是針對 特定的Cache做Compile 它是可以的 那我這邊就先使用JMAP去觀察說 它今天JT 在初期 啟動的時候 它用了哪些 Function 跟Class 那下面的圖表就是 我用JMAP觀察出 它產生了多少instance 跟佔了多少bind 那我就針對這些Class 去做ALT compiler 就期待說 它JVM啟動的時候 能更快 因為 很多 因為非常的多 所以 這邊就是所有的 你在commentile加上的 的 的參數 對 非常的多 對 好 那終於 我們來看一下startup time 這邊startup time的兩側 是用的 Java裡面的 management factory 裡面一個函數去 how would you get VM的startup time 然後我再用 第一行執行的時間 code掉那個時間 得到的 那我這邊可以看到 很奇怪的說 好像 紫色是原本的 好像後面的都 表現得比較差 對 就很奇怪 那 但是我們能看到說 Nom tier的普遍 好像都比 tier的表現得還好 Nom tier是右邊的 右邊三條 對 好像比 都比表現比tier還好 那是因為我在挖 HopSpot code的時候 在 他在處理tier code的時候 他會做一些 額外處理 所以他會比較差 表現得比較慢一點 那 為什麼會表現得比 original還差呢 就是 我們猜測可能是IO的關係 因為 我們要去看 Java.bass的 編好的ltw 要300多 M Nom tier 要200多M 我們想說是不是IO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就使用的 Fest System Cache 就是 我們先把那些ltw放進memory 看說 再去觀察說 會不會有差 那這邊就是 左邊是剛剛的圖 右邊是我用的Fest System Cache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很多條實驗組 都比原本還要好 但是說 可能說tier的 Alt tier絕體 藍色的跟深藍色的 它 表現得還是比原本的還差 那我們這邊 能先得到的結論是 你 如果你要用過多的lt library 你不能去 盲目的相信說 Alt會比較好 你必須還是要進行量測 對 那這邊是 Performance by Iteration 那這邊就是 我先開絕題 然後我使用ab epicbench 去做 去發request給它 而兩側說 它絕題今天 每秒能處理幾個request 那縱軸就是 request 一秒能處理多少request的數量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說 Tier compilation紫色的 真的在初期表現比較差一點 那 其他兩個 一個是Tier跟Non-Tier 都在初期表現比較好 但我們可以看到 Tier compilation在最後 其實效能是有上升起來的 那 這邊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Non-Tier在初期 會表現比較好 看到 在大概 蘇給特律之前 前藍色都比較好 那是因為 Non-Tier沒有profile code 它不用再做 profile這個動作 所以會比Tier還快 但是 在第15個eternation之後 慢慢的Tier 都會比Non-Tier還好 那是因為 Tier收集到 足夠資訊的時候 它會做recompensation 所以它漸漸的比 Non-Tier還好 對 那這邊是 code cache的 用量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說 這個profile method 跟non-profile method 是Jet的code cache 它拿來存放說 有收集資料的code 那 我們看到profile method的話 原本有 有載入 Java.bass的 profile method 就突然變少了 但是因為 我們都把它放在 AOT的code heap了 所以說 它 原本Tier compilation 的code cache 就不會再放 Java.bass的profile method 所以它降下來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右邊的non-profile method 我們看到non-tier的 有載入Java.bass non-tier的LTW 都降下來了 但是因為 因為它今天不做Jet了 所以它 不會再做進一步追加化 所以它 non-profile method 就降下來了 對 那這邊是 我調整不同Java heap大小 我想說去觀察說 那 今天總 花費的記憶體到底 會不會比較少 那很可惜的是 它 Jet沒有表現比較好 對 所以說 大家要注意 如果用AOT要注意一下 就是它 memory其實 不一定的表現比較好 好 那這邊 我做一些小結論 就是 關於open.jtk.net LLT的 如果你要使用AOT library 你必須要考慮到LT 但是你可以像我們一樣 用file system可以去 降低這個負擔 start uptime 可以大幅的降低 但是如果你載入過多的LT library 像剛剛那張 common line 有很多很多個 它可能會造成 start uptime變差 那 如果考慮start uptime的話 使用拿LT LLT library的話 會比較快 對 如果你在意的是 暖身的速度 就是初期 初期 前幾個iteration 表現的話 兩TL比較好 但是之後 TL會升上來 TL會跟上來 那還有一點的話 就是 那 既然TLLT 會繼續 TL compilation 那 那它之後相反會不會 跟TL compilation一樣好 那我們這邊 做一個小試驗 就是我們這邊 執行一個簡單的 Fibonacci的程式 我們來量測 它計算每一個 Fibonacci 函數的時間 紫色的是 TL compilation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TL compilation 就表現得比 LT還要好 對 對我們這邊 猜測的是 可能是 compensation的policy 比較不一樣 所以 LT library的話 就表現得比 TL compilation還要差 好 那我們來講OpenJet 9 好 所以這個 可能大家懷念一下 講話比較快的速度 對不對 好 我在講的過程 我們幫他複習一下 就是這個 我們前面講的是 OpenJet DK 然後我們可以從這個 過程中 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因為很多人對AoT 可能有個幻想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剛才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是什麼就是 事實上 中間產生的 那些machine code 其實它動輒都是幾百MB的等級 就是說 兩三百MB是很正常的 像Jetty這樣的 它的相異性之類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 花在Io的時間 是一個非常高的成本 所以當然你可能需要一些機制 比方說像剛剛提到 就是說用Linux檔案系統的性質 用記憶體來換 換Io的開銷 那這樣的話 AoT的效益才會浮現出來 然後呢 這張圖的話 有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因為我們每一個VM instance 其實的 就是大家的時間縮短 所以有機會服務更多的連線 這個是一個要值得注意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關鍵的 就是你要會使用 所以事實上 你必須要對 如果要用AoT的話 必須要對非常多機器產出 要很熟悉 那OpenJ9呢 也會有類似的結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來講話 不過OpenJ9有個好處是說 因為它是很多東西都已經整合進去了 所以 事實上你不用花那麼多時間調 JLTC JLTC JLTC的調整是很複雜的一題 那我們之前有提供一份共筆 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我們的實驗去重現 然後所以這邊來講話 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來講的話 有機會這樣 比方說 以OpenJ9來講話 有機會 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效能突破到67%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說 如果AoT的話 有沒有更好的啟動時間 如果你會用的話 可以 那程式啟動時間可不可以縮短 如果你會用的話可以 但是記憶體的開銷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例子 第一個 它跟那個VN 不管就是我們講的 OpenJDK 或是OpenJ9 然後還有跟你的什麼 實際的行為有很大的關聯 因為前面有講 NONTIER跟TIER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題 就是那個 就是 包含說 PROFINE的成本 你看起來好像可以縮減 但其實整個Library的代價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事實上 都是一直要做一個取捨 那以Oracle官方的Java9的話 是沒有打開的 OpenJ9有AoT 但是那個Oracle是沒有打開的 所以就是說 它是 這個要特別注意 然後 當然它會有很多限制 你要花很多時間去解決 中間看到那個Dependency 你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 這邊是一些我們參考 如果你點這個最後一個連結 可以打開這個 我們的必要實驗 那整個AoT的話是 是在JP295 所以 這個是在兩年前就已經決定了 然後但是 剛剛講 Oracle Java的話 對於 AoT 它沒有正式的支持 所以 你需要用那個OpenJT 可以來做實驗 那另外一個東西 很值得看的就是 OpenJ9 就是OpenJ9 這個月Source Code放出來之後 其實是對整個 基礎申請很好的一個發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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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